欢迎收听中文汇海台经网站12月30日的收市广播 恒生指数来说今天就继续反复向上 收市来说升了93点 报28,319点 成交方面有767亿 上升的股份有900只 下跌股份有820只 A股也是一起做好了 上升综合指数来说今天升了35点 报3040点 留意一下这个位置大概3040 3050这个其实都是一个 几个月后的一个阻力位 如果穿到的话 相信有机会是挑战3100点这个关口 那今天港股来说 明天就只有半日市 但是来说仍然能够是 承接到上个星期的升势 看到来说 今天有些板块都做得不错 特别是一些券商类的 内地券商类股份 看到龙头的中信证券 升了7% 是报18.06 6837的海通来说 也是升了4% 6881呢 是中国银河 也是升了3.4% 左右 报4.59 除了这个建商股之外 那些资源股方面 也是不错 看看3993 其实上个星期都开车了 今天那只继续上升 升了3.4% 3.37 另一只呢 是五抗资源 1208 也是升了2.6% 2.35 那就是 紫金都相当之强势了 上个星期急升了之后 今天再升了3.34% 那就是 除了这些资源股 和这个券商股之外 那些水泥股 都是不错的 那看一下914 那升了1% 55.7 那另一只 3323 中国建材来说 也是追落后 升了5% 8.52 那另一只呢 的 懷孕水泥来说 也是升了2.7% 9.94 那留意一下 都是接近这个破 破上次那个 就是 上 上两个星期的 阻力位 那就是 除此之外 那些 就是 龙头股方面 都看一看 那就是 腾讯今天的表现如何呢 那今天来说 就是未跌了0.2% 383.2 那 9988 那 就 上个星期 过去的时间都升得很厉害的 那今天来说 有些获利回肚了 终于 那跌了1% 报210.06 那留意一下 210.06 应该会有一些支持在那 那如果向下 再看一看的话 可能会 去回大概208 这个位置 那 那 但是长线来说 券商都 分分都是看好它 因为始终 就是 它的市值够大 会吸引一些被动的资金 和一些 就是 如果是一旦 将来 在 纳入 这个 成分股 恒指成分股 里头 有机会是吸引更多的资金去买入 那 再加上 那 那 如果是北水 如果是 将来是 立入这个 就是说 沽通的成分股 那更加是会 令到你的炒作空间更大 那 所以中长线应该就 问题不大 那 那 另一方面 这些个别的股份 都可以看一看 那 今天来说 就是 就是 610 偷博 半新股 那 突然间今天呢 抽升了8.6% 到9.42% 那 没有什么消息 那 那 是不是因为已经 见底 或者是 再 去 去 去 那 那 那 就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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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天只有半日市,预料成交都是减半的 至于后市会如何呢? 相信来说就是因为1月份 憧憬中美贸易方面会签订正式贸易协议的机会相当大 在这种情况下,有一个憧憬在这里 相信对于港股来说,仍然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后市先看着28,500点 目前的收视分析暂时到这里了 是处置那种全部移动 核材寒